好啦 大家好 今天啊给大家讲一讲我过去的感情经历吧 我的感情经历是因为我是LGBT性少数群体的人群 过去我有五任的BF吧 其中讲一任吧 是我最刻骨铭心的 也是跟一个退伍兵相处了时间比较长 有小一年的时间吧 跟他发生了一些感情纠葛吧 先说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我们是在牡丹园过去的一个同志据点 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软件上面啊 有着一个这个巨大的公共场所嘛 这个公共场所里会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是找朋友的 有的是来这消遣聊天的 有的是约的 那么当时我呢 就是进到这个公园以后 发现有一个人跟其他人稍微有点与众不同 不同在哪呢 就别的人都是挺半男不女的 或者挺中性的 但是他显得非常的这个 给人直男范儿 阳刚 站的笔直 而且不怎么跟别人去交流 站在树丛里边 若隐若现那种感觉 特别的那个让人兴奋 对 我的好朋友都说 哎 这个人还不错哈 然后后来呢 我就跟他试着去搭讪 然后就跟他呢 那个有了就是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一个邂逅嘛 觉得还不错 他也觉得我不错 而且他走的时候发现他还是开车走的 我还觉得当时还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来说经济收入不错的一个人 想当年啊 我也是风流替他 也是一个艺术临风的 是吧 也比现在要好 十年前 十多年前肯定要比现在长得好看多了 那么那个时候他呢 虽然比我大几岁 70后吧 但是不显老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吧 但是说这个还行 长得挺细皮嫩肉的 之后呢 再见面 再聊天 再去认识的时候 很快的就陷入了这种爱河之中吧 后来就是深入的跟他进行了一个交流 发现呢 他是一个退伍兵 他是在90年代的时候当的兵 然后呢 当兵当了有七八年的时间 在0304年的时候才退伍 退伍转业之后呢 在一家这个事业单位吧 从事着这个一个比较基层的工作 他其实是也是被分配到这边来的 对吧 对 他们的工作就是给领导开车 但是他这个职位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 只要你会开车都可以去担当的 因为他这个是一些重要的领导 他就是说保密要求比较高嘛 所以他们爱找一些退伍的军人 但是在这个公司呢 工作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虽然拿的钱比较少嘛 在0708年那时候2000多块钱一个月 非常少吧 但是他们的其他的东西 对 但是他们事业单位不看公司 主要看是发的一些东西比较多 比如说经常会米面油 然后各种各样的劳保用品特别多 他都用不完 结果就给我 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公司这么好 比如我们这些私企好多了 他也特别喜欢在这样的工作 公司工作 他们说就是说 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被动的收入吧 而且他们还提供住宿啊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宿舍 他宿舍里应该是两个人住 但是另外一个人找女朋友就出去租房了 就剩他一个人 住着还是相当舒服的 用水 用电 用什么 包括他那个车也是 完全在不接待领导的时候 自己随便开 在满城 北京市你随便开 自己用 都可以 停车费 邮费都是单位给报销的 然后就相当于这车就是你的固定车位 这是在过去啊 零几年的时候还是这样 到后来吧 就是国家还控制这个三公经费了 那个之后呢 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了 不可能让你供车随便用了 对吧 那你之后是怎么跟他相处的呢 有什么故事呢 他还是非常具有一个优点 优势的 我觉得是别人所没有的 这个优点致使我就是长期的要跟他交往下去 就是他虽然说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他的就是打扫内务的这个本是特别强 也跟他当兵经历有关系吧 这个房间啊 即便很乱的情况下 他能利用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的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而且摆放东西都摆放 井然有序 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所具备的能力 知道吧 那其实他的宿舍也是这样很干净 整洁 他只要是他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他整理打扫之后都是非常干净的 对 让人觉得特别赏心悦目 那个还有呢 就是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兵 之后呢 我觉得应该是跟我的思想价值观比较差的比较远嘛 是吧 但是他很多的社会问题看得非常深河头 还是可以聊得来的有些事 非常深河头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一眼能够点透很多社会的问题根源所在 这是我觉得跟他的价值观上面非常相似的地方 比较心理的一点 原于什么 他为什么能看得透 是因为他过去他退伍的时候吧 也给了他很多的钱 就是退伍转业的一个费用 这个费用呢 能足以在当时0304年的时候 再凑点钱吧 买一套北京郊区的一个房子 他当时也买了一个挺小的一个房子 对 挺不错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0304年买的 他07年之前06年的时候 就是他就给他卖了 为什么卖了呢 对啊 一个是那个时候房价并没有涨得这么快 甚至是在平盘 没有什么这个投资的价值 但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当时的股市正在经历一波大的牛市 你知道从一两千点吧 一下涨到了这个6000多点 正好经历这么一个时代的变迁 所以他就把这套房子卖了 在我们现在想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 把钱从房子里边卖出的这个20多万 然后全部投入到股市基金里边 当时就是银行里边让买什么就买什么 结果就买完了以后吧 就经历了这个07年吧 就是后来我认识他之前那一段到6000多点的时候 一下子咔嚓一下就全部股灾跌下去了 房子就黑掉了 然后他当时是跟我讲的是牛市的时候 曾经一天看那个数字啊 他那个账户数字最多的时候涨1万多2万块钱 哎 好 那意思就是说哇 我一天什么都不干 我看到股市里就给我带来1万多2万多的钱 那时候他们消费非常的奢侈吧 就是经常是在外边花天酒地生活特别好 但是你没有变现 那些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吧 这么看来他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喜欢投机的这种性格吧 啊 还行吧 还有更投机的事情 待会我再说 就是到最高点到跌下来的时候 他仍然在里边深度套牢着 然后到了08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那个脱不了身了 就是当时最高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赚到五六十万还是七八十万了 但是没有 你没有卖啊 之后呢 他到最后只亏到了只有十几万了 他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卖掉了 因为比他买的时候还便宜 所以他这套房子就这么着亏掉了 他跟我最多讲的就是他买的南航 有一只南方航空的股票 买的时候进入27块多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 看到那只股票只有三四块钱了 差得多远 他不是本地人 他可能是在外当兵之后分到了北京 他这个是哪儿的 我还没给大家介绍 他是一个西北人啊 他的父母都早就不在人世了 他没有那种思想的包袱 他来到北京呢 就是当兵退伍之后就留在了这个北京之后 一直在这儿工作呃 这个呆着 之间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去了南方 但是他还是非常热爱北京 喜欢北京的 所以说要找朋友的话 我觉得最好就是找这种父母双亡的 没有家庭的压力 完全没有 那么再说一下住吧 当时我最早的时候是在西二级工作嘛 后来我把我的宿舍搬到了 我的家搬到了这个牡丹园的北边 他呢是住在单位的宿舍 单位的宿舍是在牡丹园南边一些地方 隔着那一座山包 知道吧 其实也不远啊 说远也不远 说不远也远 也得需要走那么一公里的路 所以当时我租到那边以后呢 我是非常盛情的邀请他到我的家里去居住 他给我的理由是 我那边也有宿舍 我为什么要来你这边呢 就是那意思 要不然你就到我那个宿舍里去住吧 因为我这边住着有四户特别乱 知道吧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每天早上还要抢厕所 非常不方便 那行 我就到他那边住吧 但是不巧的是赶到了08奥运会 08奥运会之前 就是他们那个事业单位 要害部门 经常会有单位领导过来查房 就是查他们这个宿舍 有没有外来人员就是流窜 那个去借助到他们这地方 他们那是控制 严控人员的这个 那你这怎么办呀 岂不是风险很大 对 当时我呢 还就是特倒霉 就是经常穿着一个小内裤 去公共的洗漱间里去洗 结果回来的时候就撞到了 就撞到那么两次 他们正好赶上大领导来查房了 哎 人家就看你 当时也没说 事后就问这个他们宿舍管理 这是谁呀 从哪儿叫过来 哪个屋子的呀 后来没有办法 他说实在不行 你没有办法收留 那个再把你收留在那儿 也是这个奥运前夕吧 北京奥运会前夕比较紧张 那你就先住你那儿 那我呢 就每天要回来 因为我得把车停我这边 再走一公里 大晚上再回你那边 就有点太辛苦了 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得了吧 我就住在那边 你就在这边吧 经常性的 我们还是分居的 你看离得很近 但是还是分居的状态 对吧 对 再说一下他的爱好吧 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喜欢赌博 知道吧 这个是喜欢赌博 就是喜欢搓麻 喜欢打牌 主要是打麻将 那么你这要打麻将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利用晚上的时间 来一桌三缺一的话叫上他就去了 他也开车比较方便 就去到三缘桥那边 又经常有牌局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那个打牌的那些人 就都是同志 他们就经常在一个人家里边就开始打 晚上的时候一给他打电话说 在干嘛呢 你没回宿舍啊 我在打牌呢 又跟谁打呀 哎呀 不信的话你就过来看看 那有一次的话真的把我就叫到 就是带我一块去参观他们的牌局 怎么样啊 你感觉 哎呀 我感觉就是进去以后烟熏火燎的 我呢就等于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呀 一个木头人一样坐在那 完了他们几个人就开始在那 一直在那打打打 然后我就在那看电视 又无聊又感大 然后还特别的无聊 然后又特别的熏 味道特别大 特别呛我 对 我去了一次就不愿意再去了 我看到他们另外那三个人吧 就是有年龄大一点 有那个年轻一点 他这个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赚钱 你知道他不是在股市上也亏了那么多钱吗 他还想通过这个能够来回一些东西 但是有这种赌徒的心态 对 但是据你的了解 他有真正从这个方面来赚到一些吗 有 他还真的今天赚一百 明天赚三百 哎 他赚的比亏的要多 但是这个呢就会使他就是说做席经常是晚上 半夜不着家 然后早上的时候还要接领导去 还要上班 上班 对 正好就是闲接上了 就是说他打完牌以后呢 就休息一会儿在人家里边 就不回了 然后直接就开到手足机场去接领导去了 知道吧 那其实这个他每天晚上这样对他精神很那个健康 但是他精神头还挺好的 但是通过这个这个举动吧 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感觉有点别扭 他老不经常回了 之后呢 那个我们当时联系的工具不是使QQ吗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什么的 用QQ的话 我加了他之后 我在牡丹园吧 经常会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东北的 那年轻小伙子 也认识我朋友 同时他也后来也认识我了 后来了解到那个东北的小伙子 二十多岁出头就是 我的那个朋友BF 他的一个牌友 嗯 所以呢 跟他挺熟的 但后来呢 我看到有点不对劲 就是说这个牌友居然 他有的时候会穿着我朋友的衣服就出来了 我这也太荒谬了吧 荒谬当时我没有拿当回事 我就问哎 你这个衣服怎么那么眼熟 他就说啊 我那个衣服洗了 我到你朋友家里去洗洗一件衣服 没有的话 我就换上他的衣服了 嗯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我也加了他的QQ 当时那个QQ的版本可以查IP地址 我就经常看到他们俩的IP地址是一样的 那么我朋友给的理由就是 他经常会到那我那去洗衣服呀什么的 借用我那的东西呀什么 到我那去上网啊什么的 太不合适了 我就觉得这有点不合适吧 完了有一次就是穿了帮了 你知道吧 就是他跟我说他那个朋友不在他家 那东北的 但实际上呢 我还跟这个东北的朋友在线上能聊天呢 我居然看到他的聊天的这个IP地址 跟我朋友的完全一样 那就是说还是在他那呗 就是撒谎了呗 撒谎了 对啊 后来我就挺生气的 我立刻就过去了 我就到他宿舍抓现金去 抓现金去 对结果就进了他宿舍 敲他门的之后吧 他就不给我开门 你看里边就在那等会等会啊 猫腻的太大了 对啊 我当时就一直在那瞧瞧 他把门打开以后 惊奇的发现 什么并没有捉奸在床 里边是另外一个人 而且那个人长得特别母 特别丑又矮 哎呦给我气的当时 他当时我就拽着他就给他拽出来知道吗 然后就在那个大马路上就一边说一边骂 我们两个就开始动手知道吗 旁边很多的路人都看呆了 说这俩男的干嘛呢 还动手啊 拿点什么意思啊 还在议论纷纷的点 对就在大马路上我不管那么多 知道吗 我就跟你说那到底是谁啊 他躺在这干嘛 你跟他玩了几次啊 有时候我也挺脾气挺大的 他就写了一个保证书 上次翻出来这个保证书了 这个保证书上还写着我以后再也不找人 但是你觉得这种保证书有用吗 完全对他起不到任何的约束作用 对吧 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是 没有什么人去祝福 没有人知道 周围的朋友也不是特别看好 也没有法律的认可 然后两个男人之间呢 又是这种干柴烈火 认识的又非常的匆忙 我觉得这种感情来说 跟异性恋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就是能够领结婚证的 一男一女的那种感情是完全不同的 你们看到很多在像在B站啊 国内他们都是在秀恩爱夫妇之间 看到是吧 过得如何好 很精彩 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去多说他们 就是不好的那一面 他们失败的感情经历 因为这是一种特别特别难受的体验 在那之后啊 我跟他的关系其实还没有闹僵 我这人还是相对比较包容的 但是我发现是不是因为我离他太远了 之后我就把那个北边的房子给退掉了 然后租到了南边 就是离他很近了 基本上只有二三百米的地方 又租了一套房子 那套房子是一个两居室 2400块钱 我其中把一个小间次我租给了另外一个盖 然后自己租了一个大的1350 这样提供这么一个环境 你应该满意了吧 对吧 应该也不会找借口不回来了吧 你可以晚上把车厅那边走过来也不远了吧 租金是我完全自己掏的 他不愿意掏 那这个ok都我可以接受 对吧 那他是不是后来就来了呢 仍然是不来 意料之外 仍然是说自己忙 仍然是说晚上太晚了 回来以后太累了 我不愿意走过来 明显就是借口啊 明显就是对 我记得有一次吧 彻底的彻底的让我激怒了 就是发生了一件流血事件